在12月16日的外交部记者会上 爆出了一则中报消息 有记者问纽约时报周末报道 美国政府驱逐了两名中国驻美时光官员 一游是两人乘驾车进入了福吉尼亚州的 一个敏感军事基地 报道昌这是美方30多年来 首次以怀疑间谍活动为由 驱逐中国外交官你对此有何评论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回答 美方对中方人员的指责严重违背事实 中方已旧持向美方提出了验证交涉和抗议 我们强烈敦促美方纠正错误撤销有关决定 保护中方的外交人员 依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所享受的震荡权益 这里我们愿意提醒美方 国家兼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给予彼此外交人员工作便利和保障 是建立在相互的基础上的 美媒12月15日透露 美国政府在今年9月的时候 秘密驱逐了两名中国驻美大使馆官员 我们都知道两班交国之间驱逐外交官 是两国外交关系恶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所以驱逐外交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信号 因为接下来两国的动作 直接决定了两国关系的走向 而且一般情况下 应对的措施往往就是对等驱逐 不过现在的疑问是 一方面这起驱逐事件的发生时间是在今年9月 距今已有三个月 但消息是到现在才曝光 而中国迄今为止还没有采取对等措施 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起令人充满狐疑 并且有些蹊跷的驱逐 那么驱逐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此时才曝光呢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 美国以中国外交官驾车进入军事禁区 驱逐两名外交官 那显然是瑜伽之罪和恶意 在我看来真实情况其实只有一个 那就是美国驱逐中国外交官具有明确的目的 这是驱逐一方面说明中美关系的确恶化了 另一方面美方选择秘密驱逐说明 这是美国想达到某种目的的一种手段 那么美国驱逐中国外交官到底是什么目的呢 在我看来美国目的有两个 一 美国试图驱逐外交官对中美贸易战谈判施压 如果大家注意 会发现今年9月这个时间点很特殊 因为9月初是中美贸易戳商 遗失上海谈判的时间点 那时戳商 美国依然想敲诈热索中国 结果被中国给顶回去了 美国谈判团队一无所获地回到了美国 就当时的情况而言 特朗普政府显然很不满意 那种奇迹败坏 大家可以从当时的新闻稿中 美国官员的表态依然无语 白宫奇迹败坏的时间节点 驱逐中国外交官 显然也是美国向中国施压的一种方式 无论是在谈判前还是谈判后都是施压 二 测试中国的谈判诚意 美国在这个时间节点上驱逐中国外交官 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想测试中国的谈判诚意 就当时而言 如果中国立刻剧烈反应 那意味着中国没有诚意 美国大概在谈判时就会更加务虚 反之中美可能会更加务实 对于这件事 美国密而不顺 中国也选择了战时沉默 中美的态度表明 双方都想将贸易谈判进行下去 所以谈判继续推进 这个事的过程战时搁置 那么现在为什么 美国高官又把此事给曝光了 这个原因也有三个 一 在美国国内制造一种效果 中美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是美国威逼的结果 美国在贸易谈判上可以从中国这里得到一点实惠 譬如中国多买点农场品什么的 但并没有达到任何美国想要达到的战略目的 对特朗普来说 制造贸易战胜利的舆论很有必要 所以迟迟曝光一下 曾驱逐中国外交官 某种程度上可以起到一点这样的作用 二 进一步看看中国对此事的态度 为什么要看中国的态度 因为美国还想从这样的态度中 阅读出一些他们想知道的信息 三 中国给予的政治压力 对中国来说 美国驱逐了中国外交官员 中国只是做了外交上的干涉 并没有采取对等措施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坚决不上美国的蛋 不把这事和贸易谈判挂钩 那么现在贸易谈判第一阶段结束了 这个时候中国就要施加压力了 当压力来的时候 美国就想借机曝光一下 这三个原因 迟到发生了三个月的事 终于大白于天下 既然大白于天下 也就意味着接下来该要有个结论呢 会有什么结论 其实美国已经通过媒体在试探中国了 但记者问了一次之后 立刻对此进行了追问 记者追问 你提到国家间根据 维耶娜外交关系公约 基于彼此外交人员工作便利 和包战是建立在相互的基础之上 这是否可以理解为 如果美方不撤销有关决定 中方也会考虑采取对等报复吗 中方也会驱逐美国外交官吗 根据表示 这是你刚才听了我的回答之后 自己做出的解答 我可以把我的回答再重复一遍 我愿在这里提醒美方 国家之间根据 吴耶娜外交关系公约 给予彼此外交人员工作便利和保障 是建立在相互基础之上的 根据很老道 中国并不想通过媒体去顺栏炒作这事 因为此时炒作对中国不利 所以发言人只是话里有话 并未把矛盾公开计划 但是在我看来 跟上的话音很清楚 那就是美国赶紧纠正之前的错误 这事就算过去了 如果一定要过不去 那么中国也是一定会采取对等措施的 这就是给予彼此外交人员工作便利和保障 是建立在相互基础之上的这句话的含义所在 其实中方之所以淡定 原因在于现在主导权在中国手上 如果美国纠正错误 这事就算结束了 中国也就不愿报复了 毕竟美国在贸易谈判中 没能实现迫使中国做战略型烂布 如果美国迟迟不纠正错误 那中国必然采取对等措施 也驱逐美国两个外交官就算完事了 现在驱逐不驱逐 什么时候驱逐 主动权都在中国手上 中国只需要根据节奏打手上的牌即可 最后一旨就会费 主持人 关注到整个 encant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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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